有很多的朋友突然给我发一条微信 这个是你吗 我说是的 是的 我的天哪 吃瓜吃到自己家了 有一个契机我正好刷抖音 刷到了这个有一个变脸的老师 一挥扇子就变一张脸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变的呀 我当时非常迫气想学 我刚去的时候第一个星期在练基本功 走台步 圆场 守卫 亮相 定相 这个扇子你怎么能把它耍起来 这个嘴唇也经常会被烫到 比如说这个风它是逆向的 我这样吐 它要一挂回来 我当时是这般鞭子头发全被烧焦了 0点几秒就能换一张脸 你变得慢的话会被观众看穿 你们这个激光一般藏在哪 开玩笑能告诉你啊 有些人他可能之前就看过这个传局变脸 变来变去就那几张脸吧 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在里面加入了表情包 大嘴巴那个熊猫 近期火的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 也有一部分人他不支持 成何体统啊 你觉得你很能吗 你觉得你很厉害吗 传统文化被你们玩弄成这个样子 你这叫什么传承 这个视频热度包括转发量还有点赞量 已经证明了 传统艺术怎么能够让大家广泛的关注 一定要是跟上了时代的潮流去发展 去创新 传统艺术